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富翁摇钱术赚钱真快速 在上个礼拜五 我公开让你知道我们的动作 甚至于把我们的动作 我都让你知道 我们做空单流餐 而且压到满餐 在周末 你看到日本地震 日本大地震之后 今天跳空开低 最后杀了72点 大盘下跌 我们今天轻而易举 赚了404点 这表示什么意思 投资朋友 电视观众 喜欢看大传 今天我们大传404点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只是不想太招摇而已 就是我们在之前 上个礼拜我是告诉你 每个人都喜欢看大传 那时候说我批评你 那时候说我批评你吗 你可能说老杀 你想说不要看大传 你可能怀疑说我们可能做不到 因为做不到所以批评 那我今天做给你看啊 我们不是用眼的 是带会员真实操作 404点 这个都有证据 会员扣讯也都收得到 所以我只是告诉你说 我们可以但是我们不想这么做 也不是说这404点 因为赚到之后你就会发大财 不可能的事情 我要给你一个重要观念 什么观念 你去看人家赚钱 赚多少钱 那都不重点 那都不是重点 因为你不可能赚这种钱 你要看的是 他为什么能够赚钱 他用什么方法赚钱 也就是说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空单流仓 而且我们是压满重仓 今天跳空开低大跌 跌72点 因为我们口数放大 所以我们今天赚了404点 但这不代表说 我们明天一样能够赚404点 不可能嘛 我必须跟你讲实话 今天赚404点 不代表明天可以赚404点 但是那个方法 它能够复制 不断地复制 你要问我的是 为什么我们敢在昨天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留空单 问你 或者没有你 上个礼拜五是什么情况 开低 往上拉 而且是一路拉到最高点 对现货而言 是收最高的最高点 的这一天 为什么我们敢留空单 所以内行人是看门道 外行人是看热闹 我知道你也不喜欢 被人家讲说 你是外行人 我知道你也很用心 我知道你也是想在 私事早上里面赚钱 可是你却没有注意到 人家赚钱有他的方法 那你凭什么方法 我一直跟你讲过 你不要一直以为说 你看电视就能够赚钱 天底下没有那么好看的事情 如果看电视都能够赚钱的话 那都不用参加会员了啊 那很多人都告诉你说 你看电视能够赚钱 然后跟着老师做 能够赚更大的钱 然后那你去啊 你去跟他做啊 你不要到输了钱 你再回国来找我 业绩是他收 业账干嘛 我帮你背 所以你要搞清楚说 今天我们在跟你讲说 观念 好为真正赚钱的观念 不在于说你赚了多少点 重点是你是怎么赚钱 你可能会认为说 老师你讲观念是正确的 好那我用指标 你可能开始找寻很多指标来做 大多数的指标 不拖两种情况 一种叫逆势指标 一种叫顺势指标 就这两种而已 那这两种往往是属于矛盾 同时发生 但却是矛盾 比如说 KD指标是属于逆势指标 好为逆势指标 它就是有个0到100嘛 0到100里面有所谓的超买区 低档叫超买区 高档 高档叫超买区 低档叫超卖区 就在这个0到100里面 做互相摆蛋 就逆势嘛 就逆势指标 一种叫做顺势指标 例如说像MACD MACD它没有所谓的0到100 它只有加差向上 加差向下 0轴上0轴下 如果你同时用MACD跟KD指标 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时候一个点出现 它可能是KD指标的卖点 但它有可能是MACD的卖点 那我问你 你要怎么做啊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吧 如果你用日线来看 两个指标同时做 MACD可能是 MACD可能是买讯 KD是卖讯 甚至你可能是同一档股票 同一档期货 日线 买进 30分钟线 卖出 5分钟线 买进 那请问你要做什么 日线 买进 做多 30分钟线 卖出 做空 5分钟线 买进 做多 那你不如干脆 看一种线就好了 干嘛分三种来做 分三种来做 有些做多 有些做空 互相一抵消 一元赚了你的手续费 你在做白工 你每天盯盘盯那么辛苦 这个也做 5分钟线也做 30分钟线也做 日线也做 你做到最后 收完盘之后 回过看你的站单 明明你可以平调空手 你却反而用对手的方式 一个做多 一个做空 互相对手 数到最后你很爽 为什么爽 掌也赚 爹也赚 反过来讲 掌你也被嘎 爹你也被套 所以很多这种 四四而非的东西 今天我讲的再多 如果你都听不进去 那你继续输好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来跟你讲说 为什么要上课 上课是建立你 正确的观念 每个人都说他很强 不会有人说 他上节目太弱 但你强的过程里面 你在强的时候 你怎么证明你强 用点数 我们今天中了多少点 你说你想赚五千点 我也做得到啊 我口数一放大之后 我就做得到五千点啊 但这意义不大嘛 所以你不能说 以点数来证明你强 你要以什么东西 你的解盘的逻辑 你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像四月十四号的时候 这一天 我跟你提到 它是一组隐性封闭缺口的遭遇线 好 我的逻辑是什么 整个国际股市都在创新高 而台湾股市反而是弱势 为什么 从这个线形里面 我们看到几个现象 第一个 它是一个跳空开高 往下封闭缺口的遭遇线 第二个 扇隐线比较长 然后量是缩的 有没有 逻辑嘛 好 所以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什么 根据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转折有浮现之向 四月十四号讲的 当时你可能怀疑 那今天如果你回过头来看 投资朋友 我讲的对不对 这一天的高点 期货 8724 经过两天以后 最低点8630 高点还是没过 所以晚下压回 做空是对的 看空是对的 所以你是内涵的 你要看的东西是这个地方 为什么今天 他没办法过高 为什么有人能够在这一天的时候 直接告诉你 告诉你原因 告诉你未来会怎么样 这才是个宝 这才是个重点 这才是个精华 不是那边算说 哇 多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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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赚四百点还不容易 要赚五千点 我做给你看 不要用眼的 我做给你看 只怕你不敢做而已啊 像我们昨天上个礼拜五 我说什么 空当压到满餐 很多会员会怕啊 怕很正常嘛 因为在上个礼拜 是往上拉的过程里面 一般人不敢留餐 敢留餐的 今天就能够赚四百零四点 那不敢赚钱 不敢留餐的 当然中不到嘛 很合理啊 你不能够说 你怕赔钱 你又想赚大钱 你以为说你缴了会费 老是就能够让你不要赔钱 赚大钱吗 不可能的事情啊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要先确定好 你到底是要做短线 还是要做波段 你能不能够承受四单的风险 如果你风险都不敢承担 如果你风险都不敢承担 如果你连输都没办法输 那么你就不能够 不能够只是去看说 啊这个老师赚了多少点 你把它回过来去看 这个老师的胜率高不高 胜率六成 胜率七成 还是胜率八成 还是胜率九成 所以我们过去以来 我已经讲过了嘛 讲过那个 那个我们的胜率了 从今年的一月份到四月份 我们平均胜率是85% 你认为85%强还是弱 一个交易系统 如果胜率到85% 你知道它到什么情况吗 称之为神了 所以我们在做预测 你看我们从能稿里面 去给你预测的K线 像美国跌 我从小都应该预测美国跌啦 我们既然知道美国跌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上个礼拜我们敢流仓 日本地震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什么 它会跳空开低之后 往下再击杀 为什么我知道 K线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 圣杯在哪里 你踏破铁鞋 木狼回首 依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依人是谁 K线 所以如果你 K线你都搞不清楚 你一直找寻指标 你花钱买很多指标 你问你自己最清楚了 你有因为买软体而赚到钱吗 还是在买爽的 买新安的 所以 你要搞清楚 你到底是为什么而交易 所以我昨天跟你讲过的 14号前提到的 空方会反扑 14号讲什么 礼拜五会反扑 14号礼拜五会反扑嘛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礼拜是不是做空 隔天 开低 走到8591 8591之后 我们是有做停力 然后上去之后 这是单冲 两笔嘛 是赚钱 我是告诉你 8671放空 我是告诉你 8706放空 这个我都直接给你 公开呈现 网路上的V效率 掉来看 我是画给你看 所以 8676 8706 到今天 开低 再往下杀 最低多少 8640 收多少 收8645 是不是都赚钱 轻而易举啊 所以这重点不是在于说 赚多少点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们也做得到 只是不想太招摇而已 因为赚多少点 真的意义不大 你敢拼的 你就能够赚 你不敢拼的 你还是赚不到啊 所以我昨天 45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 落水3000 只许一票 赚你有把握的 我跟你讲什么 大力官的目的在拉开指数 个股有出货之下 对决在分界 8643 所以我告诉你什么 45号的时候 跟你讲什么 根据站的一个内涵 叫阳线贯穿 就昨天的根线 贯穿线嘛 123 推论 结论 下个礼拜一 找盘 还会再回撤一次 15号讲的 同志朋友 我问你 15号的走势 是这样子走的 开低 杀低 然后开始一路拉 拉到最高点 收8616 8716号 15号哦 K线长这样子 他称之为阳线贯穿 我的解读是什么 下个礼拜一 找盘 还会再回撤一次 那请你告诉我 有没有回撤 开低 再回撤一次啊 是找盘 第六号 8630 所以今天大盘下杀 你一直在问我 为什么要下杀 你找了很多的理由 你不如学会 K线预测 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 你在外面学不到的 一般外面的K线 都告诉你什么 阳线 收最高 表示强势 既然强势 强者好像很强 明天继续涨 一般人看这种现行 他会怎么想 多头反攻嘛 走势很强 我反而告诉你 礼拜一找盘 还在回撤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对 就是预测啊 不要羡慕别人 也不要嫉妒别人 在你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不要随便否定别人 穷能相信运气 富能相信方法 我们用这个方法 现在我们要教你 神机没有算K线预测 我们这次的上课是属于高阶技术班 就是说它的这个程度必须要高一点 你如果只是属于这种过去没有上过课的 那这次你要好好把握 因为这种高阶的技术班 我们不常开 很有可能它是属于今年的唯一一次 也是属于最后一次 你如果错过了 你下次要开 问我说老师啊 什么时候开 可能没有机会了 因为我不太想教这种东西 因为这是我的秘密 也是我的看家本领 也是我的赚钱的工具 我愿意教你 你如果认为说 我在看情况看我没有空 那等下辈子好了 老师朋友 有些东西如果是这样子 K线它是属于交易的圣杯 我找到了 我敢这么讲 我找到了 我花了很多的心思 我花了很多的力气 我研究 我分析 我尝试 在这段路过程里面 其实走的不是很顺遂 但至少我已经找到了 我愿意把这个经验 这个方法 分享给来上课的人 你如果认为你自己可以的话 你就好好努力 你自己一找 你自己可能 花了十年 搞不好你还找不到 你花那十年所花的精神 跟你所赔的市场的学费 你找到够了啊 投资朋友 很多人想问 老师啊你上课 我要省一下 你为了省钱 你今天做错 你可能赔了三四万块 一两万块 甚至更多 你为什么不把那个 花赔钱的冤枉钱的学费 把它转换成提升自己 充实自己 投资自己的一个学费呢 你如果听不懂 那就算了嘛 看缘分啊 投资朋友 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说 我们要 为什么会回撤 第一个 反弹量说 第二 拉尾盘变成正价差 第三 ODC出现所谓戳楼线 何谓戳楼线 这叫戳楼线 有没有 戳楼线 所以从这个情况 从价差 从量跟价来对照 我这一点下结论 会回撤 所以我们做的单冲 两笔赚钱 拨撞单流空 结果已经怎么样 下来 先补这一笔 下来 这一笔 再补 所以两笔 两批加钱 因为口数放大嘛 我把它口数放大之后 今天 单单一天就多 中多少 404点 你可以把它拍下 都没有关系 你去对 我们敢公开验证 所以说你在 讲说 别人都在大赚 我也做得到啊 我只是不想太招摇而已 讲大赚 讲赚多少点 那都没有意义嘛 今天我只是告诉你说 你不要看到人家大赚 就开始眼红 开始心动 开始说 我如果当时能够 跟他一样这样之后 你看赚了404点 如果把它开始算了 一点200块的话呢 你看一天赚8万块 一天赚8万块 我跟他脚了多少钱 一天都回本啊 如果你是以这种心态的话 我会告诉你 你不用跟着我做 你去跟别人做好了 你用这种心态 去衡量一个老师 那叫侮辱老师 所以我们也只是跟你讲说 你不要把老师当作说 他都是一个在那边 用钱来吸引你进来的 我们做老师 上节目 也有老师的人格啊 别人怎么样 我们没办法管 别人要骗 我们没办法骗 别人要骗 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不骗 我们做我们自己 或许你可能因为 我们不讲绩效 那你认为说 那我就跟别人做好了 那没有缘分 我们也不会强求 那如果你是因为说 我要看老师赚钱之后 我再来做 那你也不用来做了 要赚钱是在市场 都在观望的时候 你相信我 你只要相信我 我一定尽我自己的本分 凭着善良管理者的角色 凭着我良心 我带你做 因为每个会员跟着我们做 其实你们每个任何人的托付 在我的肩膀上 那都是用承担 所以我不可能说跟你 带你乱做 同志朋友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对 在传统稿里面已经提到的 有利空 空帮力量不强 开平地走低 震荡击杀 后半场拉台 预估收黑 走势都在传统稿的 推算的规划里面 投资朋友 来证据在哪里 美国是不是跌 台股是不是有利空 因为日本地震嘛 空帮力量当时不强 开平地走低 击杀震荡 K线收黑 有没有收黑 有啊 所以就赚钱啊 甚至于我们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模拟路径 这个路径 是往下杀 拉一下 再往下杀 然后开始往下做震荡 是这样子 一模一样 这个路径 就这个路径 用模拟出来 所以我们在赚钱 其实这种方法 很多人不认同 那是因为你的眼界不够高 我不想用赚多少钱 来去吸引你 我只是让你知道说 人家用心来带会员 投资朋友 你应该有感受到 我们不是以绩效去引用你 让你确可获利 别人用绩效来吸引你 那是他的事情 他让你赔钱 你找他 你不要来找我 我没有送你任何一毛钱 所以投资朋友 要上课好好把握一下 开线预测帮 席位有限 才预约登记 明天怎么看 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贴 请用吹记贴 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陈东斗顾 这项已推述 右术 权力 辩计 审视 观形 渡时 翁老师读创 碎形坑线预测学 如何西方财务工程的 碎形几何 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更一线在法 让您提前预测明天 善用转折 看准一日行情 受入不尽 看准三日行情 不想天下 021752 8268 陈东斗顾 值得托付 陈东斗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纱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陈东斗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独立 陈东斗顾 值得托付 赢得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折掘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布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今天的这一组线 称之为什么 腹背受敌 这个位置是 四月份新合约的开始 以目前来看 这个礼拜即将结算 所以是属于都空对学 即将摊牌 关键数字跟上脚步 今天细微波的走势 收黑验证命中 这组开线 称之为腹背受敌 怎么解读 第一个 空方贯押不下去 收盘大于这个中值 还有量缩杀不下去 架跌量缩 台子已经失心 所以陆继续开始转仓 所以法人已经怎样 开始准备做出货逃命 所以个股你要懂得卖 甚至于做放空个股 明天属于多风大尸杀 会提前反应结算 所以我们今天拨断单 已经大赚404点 轻而易举 这只是告诉你什么 我们也可以 投资朋友 赚钱是要靠方法 所以 所以穷人相信运气 而富人相信方法 想学功夫的 我们这个礼拜 要开帮授课 座位即将而满 如果你再继续拖 继续等 座位满了 你可能就没办法报名 好好把这个机会 赶快跟上脚步 明天带一句赚钱 我们明天见 本屋公司与所推荐分切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成都独顾 这项已推述 用处以权力 变弃 审视 观形 渡时 龚老师读创 随行推线预测学 如何西方财务工程的 随行几何 及东方百年逆传的 黑衣线赞法 让您提前预测明天 善用转折 看准一日行情 受入狼近 看准三日行情 赴讲天下 0217525868 成都独顾 值得托付 成都独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都独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 东西市场 稳健货力 不往不利 成都独顾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台北市有限电视 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 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 096 111 早鸟申办 更多优惠 谢谢 谢谢你 从我两年前失能后 5195 10 11 11 13 13 10 15